regular physical and mental checkups B, taking medicine,吃药 C,做一些记忆修复的行为 D,保持生理和心理的同时的active OK,好,这里就很像要么是A,要么是D了 那么你们觉得A选项正确还是D选项正确 A是have regular physical and mental checkups 这个checkup并不是锻炼 它指的是去检查,经常去检查 而很明确这一段话中它说的不是检查 而是经常保持activity 我们无论是生理上的activity 还有这个什么brain booster 或者是心理上的brain busy 心理上的大脑的一个active 生理和心理上的active都很重要 所以这个答案应该是什么选项 dog,D选项,懂了吗 OK,所以整段话我觉得都需要看一下 尤其是第一句和这句话 两句话出答案吧 OK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在做倒数第二题和最后一题的时候 我们出了一些问题 那么前三题我相信大家都搞定了 没有问题 但是刚才在做最后一段的时候 最后两题的时候 我们在找倒数第二题的段落时 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我们先看了Dr. Danfner 但是我们发现Dr. Danfner 他好像在第六段里就出现了 这给我们造成了困惑 但没有关系 我们很快调整了我们的策略 很快就定位到了第七段给我们的49题 第八段给我们的50题 这也完美的说明了提温同步这个技巧的强大 对不对 那好,稍事休息 我们再用提温同步的这个技巧 来做另一篇四级的阅读理解 OK,同学们 我们进入第二篇四级的阅读 我们一共会讲四篇四级的阅读 这是第二篇 那么第二篇的四级阅读 我个人认为它的难度不是很大 我们总结一下四级阅读 那些基本的作题套路 第一就是先看选项 先看题目 然后再去寻找关键段落 每一题最多一段话 然后最少一段话 然后最多 sorry,应该是每一题定位最多一段话 不可能两段话 然后解题关键最少可以 关键句可以少至一到两句 所以我们先找段落再找句子 对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废话少说 先看第一题 看一看它是从哪个段落里出来的 来,我们第一题的题目是这样的 叫做 What happened to Darwin's letter in the 1970s? 好,同学们像这种数字 你们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这种数字意味着 等于告诉我们很好定位段落 我们结合提文同步的原理 再结合数字 可以说是瞬间就能找到对应的段落 当然了 你们看啊 挨着它的最后一段也有一个1970 而且甚至文章的这个很多地方也会提到1970 对吧 但是呢 你不用担心 肯定是在第一段或者第二段里出答案 因为我们毕竟是第一题 alright 70年代 我们第一题中第一段和第二段中有没有70年代 第二段有一个70年代这个单词 那么我们现在有一个纠结 就是究竟是第一段还是第二段呢 那么很明显 这一题的关键句 我们第一想到就是第二段 而不是第一段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段 有没有解题的关键句啊 达尔文的信在1970年 我们根据1970年锁定了第二段 但是有一个问题 达尔文的信好像并没有提到 这段话里有没有提到达尔文这个人 好像没有 所以究竟是第一段还是第二段 真的不好说 我们把第一段也放到我们第一题的下面 你们再想想是第一段还是第二段 思考一下 来 题目再读一下 题目我再读一下 What happened to Darwin's letter in the 1970s 好 那么ABCD我们不妨先看一下 叫做It was recovered by the FBI B It was stolen more than once C D It was put into the archives for research purposes D It was purchased by the Smithian archives 好 那么有两个涉及到这个archive 而且这个涉及到第一次出现archive的单词啊 它是第一段里出现的 也就是说我们上节课讲过一个原理就是archive 这个单词是CD选项共享的单词 所以它也足以成为一个我们判断句子段落来源的一个单词 所以结合1970archive再结合一个Darwin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先看一下第一段 你们懂我的意思吧 实际上这个第一题 看第一段就完全可以出答案了 第二段也行 但是第一段是最完美的 我们来看一下 A letter written by Darwin in这个年代 has been returned to这个档案馆 by FBI after being stolen twice 被偷了两次之后 还原回到了档案馆 所以这一句话就直接出了答案 叫做B选项 没想到吧 答案竟然是从第一段那么简短的一段话也出的 所以让我们消灭了一个幻觉 就是好像短的段落不能出答案 实际上这段话就是出了B选项 那么如果我们把过多的时间花在第二段上 后果就比较严重了 第二段呢 它尽管有Archive和1970 但是没有达尔文 更重要的是 它会给我们选择造成很多的困扰 我们一起看一下第二段 带你们读一下 We realize in the mid-1970s it was missing 它丢了 这个人说 It was noted as missing and likely taken by an intern from what the FBI telling us 被一个实习生拿走了 word got out that it was missing when someone asked to see the letter for research purposes 就是说它是怎么丢的 怎么被偷走的 看到没有 然后这个intern 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the intern likely took the letter again once nobody was watching it 就是说它是被一个实习生偷走的 也就是说整个第二段 它描述了它被偷这个事实 大家能know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看第二段也OK 但是得把它看完 但是只要看第一段瞬间就能描选出这个正确答案了 OK 所以该看哪一段真的不是通过段落的长短来定义的 好 我们再总结一下 第一题通过达尔文和1970包括archive这个共享单词 我们锁定第一段 第一段由于很短 我们不妨先读一下 它发现stolen twice被偷了两次 那么完美的选出了B选项 It was stolen more than once 这就是第一段的整个做题的原理 好 第一段用完了 你们有没有发现第二段自然也用完了 为什么第二段不用用了 因为第二段和第一段讲的都是一个道理 就是它是如何被偷 它被偷这个事实 以及如何被偷 所以第一段和第二段都是关于第一题的这个原理能懂吗 所以我们的第二题就不用再看第一段和第二段了 直接看到第一段就可以了 第三段肯定极有可能出答案 接下来我们把整个段落一二三四给标记一下 来这是第一段已经用过了 这是第二段已经用过了 OK 基本上可以确定已经用过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一共有多少段 第三段没有用过 好 继续 第四段没有用过 继续 第五段 题文同步的原理记住 然后第六段 一共就六段化 所以第二题很大的概率是从第三段里出 所以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题的解题技巧 OK 我们第二题呢 直接看题目 叫做 What did the FBI do After the recovery of the letter 那么很明显我们要找一个recovery of the letter这样的单词 所以recovery是我们定位段落的重中之重 那么请大家认真的看recovery of the letter这个单词 然后呢 FBI带着它 同时呢我们要注意ABCD有没有共享单词 看一下 ABCD好像没有什么重要的共享单词 所以我们带着recovery和FBI来看第三段 第二段就不用看了 虽然第二段有FBI 但很明显一眼扫过去 好像是没有recovery吧 没有吧 OK 所以第三段基本上实锤一定是它是第二题的关键段落 来我们把第三段放在第二题的下方 准备好了吗 请看它 看个十秒钟 你们觉得这段话的哪一句是可以出答案的 就是FBI在这个letter recover就是这个重新找到之后 就还原之后这个FBI做了什么事情 OK 好 我们把这个第三段的句子再分为三句话 一 FBI怎么怎么样 然后呢 二 FBI他们怎么怎么样 第三 FBI怎么怎么样 那么你们认为是第一句的概率大 还是第二句的概率大 还是第三句的概率大 我提示一下 只需要看一句话就可以了 你们认为是第一句还是第二句还是第三句 我们结合一下recover会发现 第二句有一个recover the odd crime team recover the letter 但是recover是我们题目中的一个一给的单词 我们现在要知道 FBI在recover之后做了什么 所以很大的概率 这句话是说recover的letter本身 对不对 你要分析 而不是关键句 没错 正确的关键句 是哪一句 已经水落石出了 能看出来了吗 正确的关键句 不是 不是第一句 不是第一句 OK 是哪一句 是最后一句 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肯定是最后一句 首先第二句没有FBI 对吧 而且第二句虽然有recover 但是没有FBI 而且他在叙述recover这件事情 所以after the recover 我们正常的行文的顺序是 说了一件事情之后 在后面写他的之后 对吧 之后发生了什么 所以很大的概率 我们看的是第三句 好 第一句和第二句 不需要看 直接看第三句 我们挑战一下一句话 能不能做出正确答案 来我读一下 The FBI worked closely with the archives to 干嘛 Determine that the latter was both authentic and definitely Smithsonian's property 同学们 选哪个 如果你蒙的话 我觉得会蒙A 但是有点危险 你必须知道 authenticity authenticity 这个单词的发音是 authenticity 是什么意思 它的意思是真实性 OK 真实或真价实 所以这个单词authentic 作为一个四级单词还蛮重要的 authentic 它的意思是真实的 说老师 它是怎么来的 它经常被用于古董的真伪 那么它是由author加author来的 它的词根可以说是author 在我的词为风暴中有 然后呢 可以加一个antique antique antique是古董 author是作者 一个有作者认定的署名的古董 古老的东西 是不是就是真实的货真价实的 并非赝品 读一下 author authentic authentic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这个FBI啊 它紧密的跟这个展览馆 这个合作 去辨别 识别 识别 这个封信 是真实的 而且绝对是 这个人的Smithsonian财产 就是这个 这个archive的财产 property 那个财务财产 ok 所以这一题的正确答案 很容易定位到段落 但是不容易定位关键句 很容易把整个段落 从头到尾读一遍 但是如果你们把整个段落 从头到尾读一遍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选错 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干扰 可能会存在很多很多的干扰 对不对 所以正确答案是A选项 they proved its authenticity 这个authenticity是真实性 一个古董 古迹的真实性 好 做完了第一题和第二题 我们已经把第一段第二段给了第一题 第三段给了第二题 对吧 那好 这就说明什么 按照提文同步原则 我们的第一段第二段和第三段 他们的作用 他们的任务就此结束 这时候我们可以重点看 第四段没有结束 我们重点看的是 这个第四段以后的段落了 由于这篇文章的段落并不长 还剩四五六三段话 正好还剩几题 三题 所以很大的概率 我们第四段是给第四题 第五段是给 sorry 第四段是给第三题 第五段是给第四题 那么最后一段极有可能是给最后一题 多爽啊 这是我们四级阅读理解的福利啊 就是往往就是题目和段落是完全对得上的 这很简单 对吧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成功 我们第四段给第三题 第五段给第四题 给第四题 那么第六段 我们试着给第五题 我们看看这一招是否能够成功 好不好 来 按照题文同步的原理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 对不对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题 也就是我们的第53题 题目是 What is Darwin's letter about 达尔文的姓啊 它是关于什么的 好 那么我们第四段是不是关于达尔文的姓呢 我们怎么辨识辨别第四段跟达尔文的这个姓有关呢 那么我们首先找的是达尔文 好 达尔文在这里 同时呢又找到一个姓 Letter在这里 同学们 那么这段话的第一句话 有 其实这段话你会发现就是一句话 对吧 所以基本上就不管是选哪句话了 这段话肯定从头到尾都得看 那好 那么这一句话 它是一个蛮长的句子 我们叫做长南句 接下来我练一练大家去阅读长南句的能力 因为把这句话看懂了 你就明白 这个达尔文的姓是关于什么内容的了 OK 好的 那么这句话我给大家读一下 The letter was written by Darwin to thank an American geologist Dr. Ferdinand Ferdinand Vandiver Hayden for sending him copies of his research into the geology of the region that would become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这句话是一个长南句 长南句的问题 罗老师有一个课程是长南句的课程 那这里我稍微聊几句 目的是to 就是说达尔文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这个 thank an American geologist 老师那我找到答案了 我直接选了 如果就那么简单的话 它也不是四级的阅读了 对吧 不可能那么简单 所以你会发现连个thank的影子都看不见 ABCD有thank吗 没有吧 说老师我知道了 那就是选这个 American geologist 我直接选B可不可以 很大的概率是圈套 我们的目的是感谢一个美国的地质学家 对吧 美国的一个地理学家 sorry 是一个地理学家 那我想问 感谢一个美国的geologist 是否等于合作跟他合作 肯定不等于 所以偷换概念之后 B选项是把感谢他变成了跟他合作 能不能选B呢 并不是说不能选B 而是不能直接认定B就是正确答案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继续往下看 很显然前半句子不足以选出来正确的句子 它逼迫我们必须看懂后半句 懂我意思吧 好 那么接下来你们要不看懂它 要么就是懵 你们选择是懵还是看懂它呢 请告诉我 你们选择是懵它还是看懂它 来 先带你们懵一下 好吧 我再读一下这句话 你们感觉选哪个 这个人 doctor 好长啊 这个人的名字 好 原因是 sending him him是谁 达尔文 这个人曾经给达尔文一个拷贝 copy of his research into the geology of the region that would become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老师我明白了选A 看到没有 这种题目是最容易干扰你的 首先 American geologist 你会觉得选B 其次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你会觉得选A 懂我的意思吧 肯定是有陷阱的 其中B有诈 一定不能直接瞎选A或者B 说老师 那他有这个单词 有这个单词 他偷换概念啊 A叫做这个黄石公园的进化 这里有进化吗 根本没有 B叫做跟他合作 跟美国这个地球要合作 有合作吗 也不像有 所以很大的概率 这时候蒙的话 A和B是不选的 懂我意思吧 那C和D里选 C和D 我们选什么呢 很容易选错 这也是未来你们肯定 二选一容易犯混的一个 一个D 一个点 你们肯定想选C 对不对 肯定是想选C吧 对不起 答案不是C C的意思是 这个姓是关于支持他的理论的一些地理方面的证据 老师肯定有地理证据啊 OK 根本不是的 接下来我给你完美的翻译一下后半句 你会发现并不是支持达尔文的什么什么理论的证据地理证据 并不是的 我们看一下啊 好 叫做这个人给达尔文那for就是为了sending him 这个人不可能给自己寄信 him指的肯定是达尔文 对吧 那好 这个人给达尔文寄了一个拷贝 OK 好 关于his 这个人那肯定是doctor doctor 这个his指是doctor 你看上下文的这个谁对谁就特别重要 这句话难度就是 这个his指是doctor 这个him指是达尔文 这个doctor给达尔文寄了一个 这个doctor的研究 OK 研究 对于什么的研究 请注意 这个into 他是修饰研究 什么方面的研究 in the geology 对于地理的研究 所以这个into相当于什么呢 你们可以记一下 相当于of his research of the geology 这样就好理解了吧 就是对于或者是to 或者是这个towards 也可以 就针对地理学的一个研究 好 他把这个doctor把自己的一个针对地理学的研究寄给了 拷贝寄给了达尔文 好复杂啊 好 这个地理学什么方面的地理学呢 就是后来变成黄石公园的这个里 这个区域的一些地理方面的研究寄给了达尔文 说老师那成为了他的知识达尔文的理论的一些地理证据咯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你觉得这个doctor把黄石公园的一个细节寄给达尔文 他是不是就支持了达尔文的很多的未来的理论呢 是还是不是 我只能说有可能 但是你别忘了 我们的四级的阅读理解 通常情况下 它是推理为主 还是事实为主 告诉我 是事实 还是推理 能懂我的意思吧 大家告诉我 是事实 还是推理 偶尔 推理 没错 我们这一题要做的是事实 所以这个姓关于什么 这个姓后来能帮助达尔文什么 OK 我们不知道 它关于什么的 它关于的是达尔文感谢这个人给他寄了黄石公园这个区域的研究数据 明白了吗 所以正确答案竟然是大家都不看好的 第一选项 它的对于一个专家的帮助的感谢 acknowledgement就是感谢 acknowledgement这个单词是跟thank进行了换词 你们能够理解吗 不理解你们可以查一下 acknowledgement就是感谢 我们很多时候翻开一本外文的书籍 第一页就会有一个acknowledgement 叫做鸣谢 感谢 acknowledgement有感谢的意思 所以没想到吧 正确答案竟然是D选项 我再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C选项是不对的 他只说doctor给他寄了一个关于黄石公园的他的多年的研究成果 并没有说明这个研究成果是支持达尔文的后来的进化论的一些地理证据 明白吗 这句话体现不出来推理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我们基于事实选的D 而不是基于推理选的C 懂了吗 这句话并没有任何的evidence 证据的换词 没有evidence吧 有没有evidence 证据 并没有 他只是事实关于这个区域的一些数据研究 OK 那么达尔文写这封信是感谢他的支持 OK 他心里可能这样说的 感谢你给我寄了那么多的数据 那有没有继续说你的数据支持了我的地理学的理论 他并没有说吧 所以正确答案是D选项 大家明白了吧 好的 讲完了前三题 我们看最后两题 那么段落分配也是完美的 第四题分配的是第五段 没有问题了 那么最后一题 由于他不是may idea题 并不是标题题 所以分配的是第六段 文章就一共六段 题文同步分配好就没有问题了 更何况我们第四题的题目中 有一个明确的capsalis 那么这个capsalis 肯定是第一次出现的是在第五段里 capsalis 对吧 所以很明确我们第五段一定是第四题的关键段落 那关键是第五段如此之长 我们有没有必要从头读到尾呢 肯定是没有必要的 接下来我们来研究一下题目 从而缩短我们阅读量 缩小我们的阅读量 题目是 what will the archive do with the letter 根据这个人 这个展览馆 这个博物馆 archive 他将对这个letter做什么事情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人说的话 那么这个人说的话就非常重要了 那么左边他说了一句话很短 完全可以忽略 一眼看上去就不知道跟肯定跟这个他要做什么没有关系 那么后面这个人说的话非常长 一直从这里到这里 对吧 好 那么很明确 这个人说的话我们都得看 接下来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人说的话 你们觉得选哪个选项 we just have to do some minor things in order to be able to unfold it 这一句话关键不关键 it has some glue on it that it has colored it slightly but nothing that will prevent us from using it after it is repaired we will take digital photos of it and that will be available online one of our goals is to get items of high research value or interest to the public online 我还是那句话 一定一定不需要全看 最多两句话 能听懂吗 一般来说一个题目 它的来源的句子 关键句最多两句话就够了 那你们觉得是前半句还是后半句 是这里还是这里 肯定是after it is repaired 对不对 我们要怎么做 对这个letter做什么 在这里吧 we will we will 我们干嘛 one of our goals 我们的目标是 我们要干嘛 我们要做什么 对不对 OK 这是形容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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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信的样子 对不对 OK 好 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呢 我们再读一下 这才是关键句 前面看都不要看 直接删除 来 after it is repaired we will take digital photos of it and that will be available online one of our goals is to get items of high research value or interest to the public online 懂事吗 能看懂吗 我觉得直接就可以选了 一眼看上去 选什么 选D 说老师会不会有危险呢 是有风险的 所以我们确定一下D的意思 说 让这个信啊 在线 在互联网上 是可以别人看得到的 Available就是成为可能 让他 把它弄到互联网上 让所有人看到 懂我意思吧 对不对 你们觉得D选项 绝对千真万确 来 如果你不放心的话 你看一下ABC完全都扯 A 叫做 仅供研究 仅仅作为研究的目的 去保存它 有保 就仅仅保存它做研究吗 很明显不是的 我们目标是放在 public online to the public 让所有人就像 让 让 把它变成一个博物馆一样 陈列在互联网的博物馆上 所有人都看到它 对不对 interest对吧 value or interest to the public public叫做 public叫做公众 叫做在线的公众 就是网友 网名 对吧 好 让网友去看到它 懂我意思吧 所以这些答案是D选项 A肯定不对 turn it into an object of high interest 这个还蛮像的 我们待会再聊 C keep it a permitted secret 让它永远变成一个秘密 A和C都不对吧 好 A和C都不对 接下来我来给你驳斥一下 B 为什么是错的 把它变成一个高度的兴趣的物品 让它成为一个 让所有人都有着高度的浓厚的兴趣的一个目标 an object of high interest 看上去也蛮像的 叫做你看 把它放到网上 不就是让所有同学 所有的人 所有的网名 对它感兴趣吗 对不对 好 D 使它有可能 在线展出 你们觉得B和D选哪个 Available成为可能吗 就是online 就是在线上 在线上成为可能 就是让它在线上展出 正确答案是D 因为放在在线 放在这个online上 放在互联网上 对吧 怎么说错 放在互联网上 不代表就是把它变成一个高度兴趣的物品 物体 object 对象 目标 能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这个B它是一个不靠谱的推理 所以无论如何不要选B 我们的正确答案是D 我相信大家也能明白我的意思 make it available online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会照一些digital photos 数码照片 然后 there will be available online 这样的话就能放到网上了 available online看到没有 虽然看着你蛮恐怖的 完全都有 但是不代表D就不选 有时候它出题会逆向思维 你不敢选 我就是答案就设为D one of our goals to get items of high research value 让一些有着非常高度的有价值的一些物品 而不是高度兴趣的物品 有兴趣的物品不是的 是有高度研究价值的东西怎么样 or interest 或者是让人觉得有兴趣 对吧 对网络的公众开放 ok 而不是把它变成一个高度有兴趣的东西 还有有价值呢 你价值在哪呢 所以这个答案应该是dog 难度不大吧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题 准备好 最后一题就是最后一段了 所以难度也不到 我们速度快一点 叫做what has the past half century century witnessed according to这个人 这个人又来了 那么很明确 past half century century是一个时间节点单词 对于这种时间节点单词 是很容易帮助我们去判定句子的关键 段落的关键句的 对吧 好 那么在过将近的 过去的一半的世纪的时间里 好像这段话没有 但是有一个capitalist 所以很明确 我们找个时间点 这里就有个时间点 1940年以来 到现在是不是将近半个世纪了 40多年了吧 ok 到今天正好是半个世纪 对吧 所以来 这句话应该就是关键句 叫做archiving practices have changed greatly since 1970 那么ABCD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半个世纪以来 时间段以来 它的变化很大呢 有 所以这一题就是送分题 答案选的是B radical changes in archiving practices 你看 有没有发现越做越简单 这个radical的意思 剧烈的相当于